国报集团总裁朱国荣气宝潜逃 一丝搭游艇跑到落跑到海外 由于法院裁定他每天晚间7点钟 都必须到台北市的信义警分局 三张离派出所来报道 不过朱国荣8号就没有签到了 分局居然直到12号的深夜11点55分 才通知了高院 台北市警察局今天查处就责 三张离派出所所长被把关 先行改掉非主管的职卧 调任大同分局的警务员 其他相关的人员的责任 将是为师情节来做一个益处 而朱国荣的四亿保证金 并实收利息将没入 另外通气的部分 高院目前正在禁锁作业当中 我们另外同步来关心的是 机态建设机态大值建案的施工 造成临防坍塌毁损案件 简连今天首度搜索机态建设了 那根据老姐 其实简连根据了承造商服役营造工地主研 机态建设副理两个人的证词 另外比对了杠发人台北市议员 王世坚所提供的建案监测资料之后 今天首度锁定的是机态发动搜索 而且以公共危险罪嫌疑人的身份 约谈了机态派驻于建案工地的 邱信两位的工地现场的负责人 也传唤数位的证人来查证 连镜署呢 讯后依照移送台北地监署复询当中 惊悚的画面我们来看国道3号 南下184公里地方台中隆景路段 20号中午发生吉普车被撞翻的恐怖事故 当时行车记录器拍下来 一次是这辆黑色的自小客车 它要变换车道时 先擦中了中性车道 这辆白色自小客车 然后在右边再撞到吉普车的车尾 造成吉普车连续翻滚八九圈 还在滚 差点拨及另外一辆货车 最后横躺在路中央 另外一辆呢 被撞的白色自小客车 则是车尾受损停在路间 吉普车上乘客跟驾驶 两个人都受伤 根据了造势驾驶 表示当时因为呢 开启自动辅助驾驶 所以没有注意到前面路况 发现有危险时要闪避 已经完全来不及 才会擦撞另外三辆车 警方表示双方都没有酒驾 详细的造势原因 还有待调查理清 最新的消息同步来关注是南投人爱 这是南风村东野山 最近哇好恐怖 一直山崩不断 山壁吐石大量大量的剥落 掉下来砸下来 河道几乎快要消失不见 形成了小型的艳色湖 高度更是高达了三层楼沟 而民众目击崩塌过程 只见吐石不断倾斜而下 阳寝漫天尘土相当危险 而之前上游新进的六座蓝沙坝 其中有四座 也被图石给埋目 当地的村长研判 可能是先前台风接连的重创 导致山壁图石有所松动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有额外的折扣 可以有领外的折扣 好要领外的折扣 前面有领外的折扣 一领外的折扣 一领外的折扣